我們今天要來講太陽系的後面四顆行星 叫做類目行星 類目行星就是主要是 那個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它因為的特質都很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八大行星當中哪個有環 這個本來以前都是會讓大家舉手表決 但是這因為我所選擇題通常不加分 那沒關係我就直接講答案 既然叫做類目行星 我說它四個其實特性都很像 但是嚴格來講我們可能有些人看到這個題目 認為說有環的是土星 但是事實上是四顆都有環 土星的環在地球上看的是比較明顯 另外三個它的環非常的薄 以至於地面上的望遠鏡看不到它的環 是直到了有一個太空船 1977年發射的叫做航海加二號 它飛過了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它飛略了這四顆行星 才發覺說木星、天王星、海王星也有環 只不過它的環超薄的在地球上是看不到 所以必須那個什麼太空船飛略才看得到的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木星、Jupiter 各位知道Jupiter是誰嗎 邱比特是不對的 跟各位講別忘記了 我們八大行星裡面當然除了地球以外 絕大部分的名字都是羅馬神話的名字 我為什麼要說絕大部分呢 因為有一個例外 之前有跟各位稍微提過了 例外的是 等一下下兩個 叫做天王星 那個是希臘神話的名字 而大多數其他的是羅馬神話的名字 那這個Jupiter 它在羅馬神話叫做朱比特 朱比特它對應希臘神話裡面的名字 就是天神宙斯 它是天神宙斯 羅馬神話叫Jupiter 所以注意了 可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希臘羅馬神話裡面 咒斯我們知道是天神 然後美神是維納斯 可是維納斯卻是羅馬神話的名字 咒斯是希臘神話的名字 注意了 所以那個 咒斯熟悉的咒斯是希臘神話 那羅馬神話叫Jupiter 那熟悉的那個 那個什麼 維納斯這個名字 是羅馬神話的名字 而希臘神話的名字叫做艾弗羅代帝 還記得吧 艾弗羅代帝 所以要記得 因為為什麼呢 木星就是八大行星裡面最大的 八大行星裡面最大的 當然就要用天神來命名 所以這個最大顆的就是Jupiter OK 好來距離太陽5.2個天文單位 然後公轉1000是11.9年 11.9很接近12 中國人一想到12 覺得就是一個還蠻不錯的字 我們有12生肖 對不對 12生肖 12個時辰 來問一下有沒有人能夠念出12時辰是什麼 那12個時辰可以念得出來了 好來現在有先舉手 十醜陰卯陳四五味深游虛漢 唉唷不錯都答對 到凌晨的1點 OK 然後後面只醜一罵 那五 五大家就很清楚了 五就是中午的 中午前的11點 跟中午後的1點 OK 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 一個我來問各位 其實中文字有它很好的代表意義 我來問一個字 大家看可不可以趕快反射出 它大概是哪個時間點 請問這個時間點在什麼時候 有沒有人要講 有時是幾點到幾點 有沒有人要講 其實它有點像 來 你要講嗎 晚上5點到7點 好 晚上5點到7點 就傍晚時間 5點 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覺它其實是一個溪 然後再加一痕 我們把那個一痕放大 它的意思就是太陽 從西邊要落下的時候 在地平線中間的時候 然後有一條線 OK 所以西邊 然後中間地平線 太陽要下山 從西下來 太陽西下的時間 一般在6點的前後 所以就是傍晚5點到7點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中文字 有很多還滿不錯 它的那個算是有點像型的感覺 好 來無所謂我們再回來 所以中文 中國人看到這個 公轉11.9年 所以就稱它叫 我們就四則五則十二年好了 十二年 就跟剛才講的 這個十二生肖 然後還有就是十二十成的 其實我們十二十成 也稱為十二地支 有天干嘛 有地支 天干是十個天干 叫做甲乙丙丁霧己更行人鬼 對不對 然後呢 地支就是子醜乙茅 乘是無為 身有虛漢 對吧 OK 所以呢 欸這樣十二它就把它對應起來了 它對應起來的時候 喔 這就跟我們 欸好像它在 它幾乎就是在我們地球上 看出去 看出去 感覺 就是一年 看到在一個地方 然後十二年回來 十二年會回來 等於說 第十三年回到同樣的地方 欸好像一年就在一個地方 值守的感覺 欸那就很像我們 每年哪一個生 值哪個生肖的時候 要去安什麼 是不是安太歲 對 所以也就稱它叫做 木星 在古代就稱它叫做 碎星 可以嗎 碎星 然後 等一下看它 看它 自轉九點九個小時 自轉一圈喔 我們地球 欸我們地球多大 先跟各位講 地球的直徑 只不過是木星直徑的 十分之一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木星這麼大顆 地球在比例上可能只有這麼小顆 這麼小顆放十顆 地球這麼小顆 轉一圈都要 將近二十四小時了 木星這麼大一顆轉一圈 只要九點九個小時欸 也就是類似 四點五個小時 你看到這一面 然後另外四點五個小時是看到 後面那一面 所以 有一個 這個 木星上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這個東西 叫做大紅斑 叫做大紅斑 這個大紅斑呢 在潔力略拿著望遠鏡 一六六六九年 一六一零年的時候 西元一一六零九或一六一零的時候 潔力略第一次拿望遠鏡對向火星 那個對向木星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大紅斑了 因為在他的畫 他在記載的畫裡面 有把它畫出來 這個大紅斑到現在還在 一六零九到這時候 已經超過四百多年了 這個大紅斑就好比我們地球上的 那個颱風或颶風是一樣的道理 可是我們颱風會消失啊 為什麼颱風維持了四百多年 都不會消失 來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各位想想看 我說他就好比那個 我們在地球上的颱風一樣 可是我們的颱風會生成 會消失 那為什麼這個大紅斑 維持了四百年 他還不消失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有沒有人要嘗試講講看 好來 因為沒有破壞他結構的東西 嗯 你覺得是什麼東西 固體 固體 然後這個固體應該存在在哪裡 固體 對不錯 你的方向 其實如果你有注意到 大家有注意到 我這邊其實已經提示在這裡了 不錯 OK也有加分 因為各位有沒有知道 颱風如果經過我們台灣的時候 常常經過哪裡 然後他就開始減弱了 中央山脈 對不對 他只要經過中央山脈 他就開始減弱 為什麼 因為被地形給破壞了 可是如果他一直在海上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吸收水氣 然後還有另外溫差的關係 所以導致於那個颱風 可能會越來越大 從 開始生成是青台 然後中台 強台 有沒有 但是 如果還沒接觸到台灣陸地的時候 氣象局都常常會講說 哇 這恐怕是一個超級颱風 可是 一經過中央山脈之後 哇 可能就整個解體了 所以 這一個 我說就像是沐星上的颱風 能夠維持四百年 還沒有消失 那代表的意義就是 沐星可能沒有陸地 沒有陸地 足以去破壞這個大恐怕 所以他才能夠四百年 還一直維持在這裡 這個很值得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留意 你們現在在晚上時間 天氣好的話 天上有一顆很亮的星星 有嗎 有看到 它就是沐星 它就是沐星 注意了 我們最近晚上的天上 有一顆很亮 那是沐星 所以各位如果最近晚上 禮拜六 如果最近禮拜六 晚上如果沒有下雨 天氣好 有空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去 台北天文館 它在每個禮拜六 晚上的七點到九點 會開放 不用錢的 它可以開放望遠鏡 然後通常像可以看到沐星 晚上可能就會觀測 沐星 各位真的去看一下 你透過望遠鏡看沐星 你會覺得很棒喔 你是真的可以看到它的一個面 然後甚至它有四大衛星 四大衛星你就看到四個亮點 可能在同一側 可能三個在一側 一個在另外一側 可能一邊各兩個 也有可能它的亮點你看不到四個 只有三個 因為其中有一顆 可能在沐星的前面或後面 你看不清楚 OK 所以真的值得看 而且你透過望遠鏡去看沐星 沐星的表面有一些特徵 你也看得清楚喔 這兩個東西 這兩條 有點類似在我們地球的 南回歸線跟北回歸線的位置 它有兩條的咖啡色的暗淡 OK 所以真的各位去看一下 你真的看了會覺得好厲害喔 這麼遠的天體你還可以看得到 它很多細節的東西 還不錯喔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所以它的大氣幾乎是以氫跟氦為主 都是算是一個氣體星球 然後呢 1994年7月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彙星 發生了一個彙星 去撞木星的事件 這個彙星的名字好長喔 叫做 Shoemaker Levin 9 Shoemaker 李維 九號彙星 喔好長喔 這是什麼什麼名字啊 因為這是發現者的名字 然後這不是一個人喔 這總共是三個人 Shoemaker 夫婦 就兩個人 還有大衛李維 David Levin 他的名字好難聽喔 David Levin 大衛李維 這樣總共有三個人 那為什麼叫九號啊 因為他們三個一起合作 已經觀測到了第九顆彙星了 所以 Shoemaker Levin 9 九號彙星 撞木星 這是什麼事情啊 好啦我們看一下 首先喔 首先喔 在講狀惠星之前 我稍微介紹幾個 欸 這邊的照片就是 修梅克夫婦 好 這位就是大衛李維 好 那我稍微講一下喔 這個修梅克 他本身 原先是 那個 月球計畫 就是要登陸月球 登陸月球的其中一個太空人 可是呢 他要登陸之 他要準備要飛上太空之前 突然被驗出 好像是 我忘記是心率不整 還是內分泌失調的問題 欸那這樣很危險啊 送上太空 臨時出的狀況是沒有辦法醫治的 所以後來那個太空總署只好說 抱歉 你出太空的任務要取消了 你想想看 身為一個太空人 他就是很期待 哪一天可以被選上 上太空 因為真的能夠上太空 還是從眾多太空人 訓練了好久之後 只有少數一些太空人 是真的可以上太空的喔 所以他本來已經有機會了 結果喔糟糕 我身體的條件結果被刷下來 他一定他就很懊惱 結果他雖然懊惱 後來他只好 畫悲憤為力一樣 他就後來跟他太太 然後再跟這個大衛李維 欸好吧 那我們就開始 往其他的天文太空的方向去研究 然後甚至呢他們這夫婦倆喔 很熱心的在幫助美國的太空總署 去美國的各地 找找看有沒有哪一個地形 長得很像月球表面 或者長得很像火星表面 讓那個太空總署在訓練太空人的時候 在那個環境下訓練 讓太空人會覺得比較熟悉 因為在那個環境 那個訓練完之後 假設哪一天真的上月球 他看到月球的環境 比較不會害怕 所以他就幫忙 他們兩個就幫忙尋找 而且呢 這個休美克喔 他當時喔 曾經有對很多人呼籲說 外來天體是有可能撞擊地球的 大家要小心 可是很多的人都跟他打槍了 就說哪有啊 怎麼可能啊 你看我們地球 如果真的外來天體會撞地球的話 我們地球為什麼可以好好的在這裡 所以當時什麼恐龍滅絕說 可能都不是這樣的想法 大家都覺得說 外來天體怎麼可能撞地球 結果好 1993年的時候 1993年 晚上休美克太太 他自己透過望遠鏡 怎麼有一個天體長得好奇怪啊 長的是一長條 他看到這個天體怎麼會長一長條 他覺得很奇怪 他就花了幾天的時間 在慢慢觀察 結果發覺後來 因為再過了幾天 他會稍微比較接近一點 他仔細看看一長條 欸等一下 這不是一長條 不是一個條狀的 他是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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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連成 排成一排 遠遠看就好像是連成一條 結果他趕快去根據那個去算 就是跟前後幾天看到的東西 去算他可能走的位置 欸 到資料庫去查 欸這好像是一顆星會心喔 只是他會碎了好幾塊 他還趕快去通報 欸果真是那個他們發現的一顆 所以就冠上了三個人一起發現的 叫 Shoemaker-11-9 結果後來在算出 算他的軌道的時候 發覺欸 軌道在明年7月 就是1994年7月 這個軌道居然會走到木星裡面去 也就代表什麼意義 明年的7月他會撞木星啊 哇這個 那個一發表之後 哇全世界很多科學也要嚇壞了 欸怎麼外來天體會撞木星 那既然會撞木星 就有可能也有可能會撞地球了喔 他因為彗星被這個木星的引力給拉進去了 而且欸為什麼是一塊一塊的 他原先可能是一大塊 結果靠近木星的時候 被木星的重力差 重力差 我們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 這個潮系力 重力的差叫做潮系力 被那個那個什麼 木星的潮系力給拉扯開 碎成了21塊 碎成了21塊 所以排成一列 然後1994年的7月將會撞進木星 結果一講了之後呢 哇全世界開始把那個 全世界的天文望遠鏡 趕快都預約下來 明年7月16號 我記得沒錯應該是7月16號吧 全部望遠鏡要對向木星 要觀測 甚至那時候有那個航海家 我剛才講過說 那個有一個太空船發射出去 然後造訪了水星 造訪了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這四顆的叫做航海家2號 航海家2號已經飛得還算滿遠的囉 沒關係 設定指令讓他回頭拍木星 回頭拍木星 結果真的到了1994年7月的時候 結果很不巧你知道嗎 真正能夠坐在第一排觀看的 只有剛才講的航海家2號 因為這個撞擊點對我們地球來講 是在木星的背面 是在木星的背面撞擊 所以地球上的人、天文台 都沒辦法目擊到第一現場 反而是已經飛到這個 那個木星很後面已經很外面的 那個叫做航海家2號 轉頭回來 看到他才能夠看到他真的撞擊的情況 但是這個不是照片 這是一些算是美工人員把它畫出來的 不是真正的航海家2號拍的 然後呢 結果到了那個時間點 真的一撞擊 我們在地球上看到的是 我這邊畫一下 我們地球上看到的是背後 它從背後撞擊 所以我們根本沒看到 但是它是在背後的邊緣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這是木星的話 它的撞擊點在背後的大概可能這個位置 而且是偏南邊 我這邊畫得快接近赤道 稍微偏南邊這一點 然後一撞擊之後 據說這個哈佛太空望遠鏡 它有拍照這個地方 還蹦出一個像是殉狀雲 有沒有那個原子彈一丟下去 不是跑出一個像一個香菇的雲 那叫殉狀雲 結果它從背面撞擊 居然還融起了一個像殉狀雲這樣子 據科學家計算 它認為從那個背後撞擊 然後衍生出來的殉狀雲 多高啊 3000多公里 融起了3000多公里 比那個原子彈融起來的高度還高 到這種地步 所以那個撞擊力是大 可是你知道嗎 雖然地球上的人不是在第一線看到 可是剛剛有沒有講過 木星自轉一圈只要9.9個小時 所以一撞擊它就開始轉 木星本來就一直轉 然後一撞擊它就轉 一撞擊又轉 一撞擊又轉 結果它相當於在它的肚子這邊 撞擊了21排的點 馬上就轉出來讓我們看到 科學家這時候樂壞了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科學家可以藉由撞擊那個點的顏色變化程度 可能去預測木星裡面的大氣成分是什麼 OK 哇 結果這一次的撞擊 真的在地球上的人都很震撼 震撼到什麼 後來產出了兩部電影 是因為這個效應影響 來有沒有人要講 他後來因為這個撞擊之後 演發出兩個 兩部電影 那個 出彩 有沒有人知道 好來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是誰演的 你知道嗎 主角是誰 不知道沒關係 這位叫富魯斯威利 富魯 啊 光頭 對對對光頭 以前常常演什麼終極 終極 終極什麼東西啊 終極警探 終極警探的系列 布魯斯威利 好像聽說最近他晚年是不是有一點失語症還是怎麼樣子 有點忘記了 還有一部 來世界末日是答對了 流浪地球 這個我們台灣的名字不叫流浪地球 也不知道你講的是不是同一部 再看看還有沒有人有別的答案 來那個 學心壯地球 蛤 你在講清楚 慧心壯地球 對啦 OK 竟然開成雪 哈哈哈 慧心壯地球 答對了 慧心壯地球 那個 其中那個女主角還算滿有名的 叫 朱蒂佛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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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她有演過很多幾個天文有關的電影 有一個電影叫做接觸未來 Contact 接觸未來 接觸未來的那一部電影裡面 她有講到類似蟲動理論的概念 有興趣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朱蒂佛斯特演的 但是我剛才說 產出了兩部電影 一個叫做世界末日 一個叫做彗星壯地球 她當時的想法都是來自於 這一次的那個 修梅克里維九號彗星 撞木星的概念 哇 結果這樣的那個 這一次的撞擊真的 普遍讓那個地球上的人說 真的 既然外來天體會撞木星 那真的有可能撞地球 所以才慢慢開始 可能有一些相關的 認為說 喔 恐龍的滅絕 是不是也就是因為彗星撞擊 或者是小行星 或者是外來天體的撞擊 導致於恐龍滅絕 OK 然後 所以大家就開始覺得 喔這個 Shoemaker 原先之前呼籲的是對的 所以他們因為這樣也聲明大造 欸 可是呢 其實修梅克夫婦 真的還算滿低調的 我在講 他一些生平事蹟 他後來還是默默地去替太空總署 去全世界各地喔 全世界各地 不是只有限美國 去全世界各地搜尋看看有沒有適合的 那個 像月球的場地 像木星的那種表面的感覺 讓太空人可以在那邊做訓練 習慣那種環境 結果1997年 過了三年以後 1997年 這兩個夫婦到澳洲旅遊 然後順便也在澳洲找找看有沒有場地的時候 突然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車禍 這個 Shoemaker 當場死亡 然後他太太 他太太就是受了重傷 哇 怎麼突然這麼一個 這麼兩個 這麼有 這麼有 對天文有貢獻 突然死掉一個已經重傷 怎麼辦 結果後來 美國的科學家感念這個 Shoemaker 對太空總署這麼努力 然後 但是他又沒有機會上到太空 欸 正好明年有一個 那個太空船要飛往月球 而且他飛往月球 在月球繞一繞之後 會去撞 會去撞月球的南極 欸為什麼要撞月球南極啊 因為喔 科學家目前知道說太空人上了好幾批之後 發覺月球上是沒水的 但是有沒有可能水是藏在南北極 因為南北極比較不會被太陽直接照到 所以有沒有可能藏在南北極的地底下 所以當時的計畫是有一個太空船 他會繞月球繞幾圈探測完之後 然後從他的南極撞下去 看有沒有可能可以撞出有水噴出來 當時是這樣想到 可是又想到 哇這個Shoemaker死掉了 哇那怎麼辦呢 也希望能夠完成他一生當中沒有登月的遺憾 所以後來那個美國太空總署的科學家 趕快拿這個Shoemaker的一點點骨灰 裝成一小瓶一點點骨灰 然後放在那個太空船上面 那個太空船是五人太空船 然後發射飛往月球 然後繞一繞之後就撞起這個南極 然後他的骨灰也順勢就 撞到南極之後就灑到月球的南極 完成他一繩無法登月的遺憾 OK 就是背後有這個故事 好 回頭來 繼續再來看 那我們看 木星現在的衛星 因為現在的望遠鏡技術越來越好 可以看得越來越暗的天體了 現在目前知道 木星的衛星大概有將近快70顆上下 但是70幾顆 我對不起我都不會去擠了 因為真的望遠鏡技術有時候更好 他就覺得說看到一個更暗的天體 那就是他的衛星 然後再加一個 但也有可能後來發覺 欸不對 他好像繞行的軌道也是怪怪的 或者是他可能要撞毀了 然後又撿一顆 所以都70顆上下 但是其中這四顆 我們稱為第一顆 我們也稱為叫木衛一 木衛一這一顆 木衛二 木衛三 木衛四 這四顆 是切利略拿他的望遠鏡 當時就可以看到這四顆 切利略當時的望遠鏡倍數不高 頂多8倍還是16倍左右而已 所以不是很高 可是他都可以看到這四顆衛星 所以有時候我們稱為這四大衛星 直接簡稱它叫做切利略衛星 OK 那這四顆呢 來第一顆叫愛歐 愛歐 好 愛歐的表面 其實我先跟各位講 這四顆 其實為什麼這四顆取這些名字 其實都是跟這個天神宙斯有關的人物 都是跟天神宙斯有關的人物 欸 但是愛歐 來有沒有人來先幫我查一查 我倒沒有仔細去查 來 請有沒有人知道愛歐 是天神宙斯身邊的誰啊 好 沒關係 那個 有人要查 有人查到是不是 來 咒詩的情人 哪 一定都是咒詩相關的人 在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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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什麼事情 你稍微講 有關什麼樣的事蹟 這個我倒沒有仔細去查 好 沒關係 我等講完一輪回來再請你 請你講一下 唉唷 是什麼你稍微看一下 然後他表面坑坑巴巴的 為什麼 怎麼怎麼那麼難看啊 因為他表面有火山運動 欸 所有的衛星 我們現在那個太陽系的所有衛星裡面 沒有一顆有火山運動的 唯獨就這這一顆 而且 他這麼小顆居然有 欸 為什麼會有火山運動啊 就代表他弟弟 有岩漿啊 才會有火山運動 可是如果太小顆的 按理說 他應該已經冷卻了 怎麼會裡面還會有岩漿呢 重點是因為 他太靠近木星了 然後木星的潮汐力 我說木星的潮汐力要重力的差 也就是呢 你可以想喔 木星他拉他的力量 感覺有兩道不同的力量在拉他 一下拉這裡一下那 你會不會拉拉下去 本來他今天剛形成好之後還熱熱的 然後因為宇宙是冷的 就慢慢冷卻冷卻 可是 今天木星一直對他裡面 可能有一點點的液體 就在那邊拉來拉去 他這個液體根本沒辦法靜下來 慢慢冷卻 就在裡面一直被拉扯 所以就三不五十 就這個地方就爆出一個火山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就爆出一個火山 所以他表面為什麼坑坑巴巴的 就是因為很多火山運動 OK 好 那第二顆歐羅巴 來 我跟哪一個星座有關好不好 歐羅巴這一個跟哪個星座有關 是其實當然也是 來你講 金牛座 金牛座答對了 跟金牛座有關 因為金牛座在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他講的是一個公主叫做 尤羅帕 然後我們那個中文直接把它翻譯叫 歐羅巴 其實你知道嗎 你們可能比較沒有那個 覺得這個名字很奇怪 甚至現在各位都知道 大陸有個美女叫做 迪利樂巴 所以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最後這個名字叫巴 好像沒什麼差 可是我們以前會覺得這個名字好奇怪 他叫做歐羅巴 歐羅巴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早期 有一個農藥 叫做歐羅肥 那你不覺得 所以那時候我 我那個天文的東西 我看到這個歐羅巴這個字 我就怕連想到 這個女生的名字怎麼命名的 怎麼跟肥料好像很接近的感覺 這一個我就說 他跟一個公主叫做歐羅巴有關 因為天神宙斯 有一天在天空當中 在天空當中游走的時候 突然看到地底下 不是地底下 地面上 有一群公主在玩 其中他就看到 看上了那個公主 叫做歐羅巴 他就看上她了 可是天神宙斯想說 我突然出現在一大堆公主面前 她可能會拒絕我 我怎麼樣能夠博得她的芳心呢 所以這個天神宙斯 就把自己變成一頭金牛 金色毛的牛 然後就慢慢走到這些公主之間 哇那這些公主看到就好高興 哇怎麼有漂亮的金牛 大家就慢慢去摸 感覺她蠻溫馴的 然後每一個公主就很發現 我要騎她看看 所以就一個公主就騎上去 欸不錯啊很溫馴啊 再換下一個公主騎上去 其實等到歐羅巴騎上去的時候 這時候金牛突然就往海裡衝 然後往海裡衝 她當然不可能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公主連人這樣沉到海裡面去嘛 她怕公主會淹死啊 所以金牛之後 她上半身浮在水面上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等於說歐羅巴公主騎在她背上嘛 所以天上的金牛座 你只看到她的前半身 就前半部 後半部是看不到的 她就是因為故事裡面 她在海水裡面游的時候 她露著上半身 金牛的上半身 所以只看到金牛 然後後來到了某一個 他們那時候故事叫做到了西西里島 然後之後再起來 然後這時候金牛再變回宙斯的模樣 然後跟這個歐羅巴公主 那個等於說表達她的愛意 然後後來獲得公主的房心 那後來 你不覺得這個 Europa這個英文跟什麼很像 是不是跟歐洲 Europa PE 很像 所以歐洲她就認為說 當時的那個什麼 那個歐羅巴公主登陸的那個西西里島 可能就是歐洲 所以就把那個Europa Europa 這個英文就直接命那個州 叫做Europa 歐羅巴公主 好 來 那第三顆 給你們的跟哪個星座有關 好多 來我們先給她機會 蛤 寶瓶座 對 請問在座是寶瓶座的請舉手一下 好不好 寶瓶座 有嗎 都沒有寶瓶座 不會還是不好意思舉手 好 沒關係啦 我講一下 這個Ganymede其實是寶瓶座那個 倒水的那個小男孩 有一天天神宗師在天上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個小男孩 長得非常的俊美 所以就把他 就那個 等於說就派一隻老鷹 去把他抓到天上 為眾神道酒 這麼帥的 這麼可愛的 小男孩幫眾神道酒 所以就形成了叫做那個寶瓶座 或者說我們在詹心講水瓶座 OK 好 然後我也跟各位講一個笑話 那個什麼 我說我以前在明傳的電腦中心工作 我們那個電腦 就是資訊網路處 我們在資訊網路處工作的時候 其中有一位 他就是寶瓶座的 水瓶座的 然後他就取這個Ganymede 當他的那個英文名字 然後結果有一個雙子座的 就笑他說 你為什麼要取一個髒話 當你的那個什麼 當你的英文名稱 各位念一下 Ganymede 有沒有像一個 國媽 有沒有Ganymede 所以他當時那個雙子座 就是笑那個寶瓶座 你怎麼 怎麼用這個髒話當你的那個 好 沒關係我們把一小段講完再下課 來第四顆是跟哪個星座有關 好來 大熊座 那個媽媽 卡利斯特 就是大熊座是媽媽 然後那個那個兒子就是小熊座 大熊座我覺得 當天神咒詩喜歡的女生 真的都好可憐 因為天神咒詩有一個散度的老婆 叫做天后希拉 希拉對不對 然後天神咒詩風流成性 到哪個家看上哪個女生 結果我覺得天后希拉也很奇怪 不好好管管老公 卻去制裁他喜歡的女人 所以他就把那個 這個喜歡的女人 他就覺得他很不開心 為什麼天神咒詩跟他在一起 然後甚至還生了小孩 生了小孩 所以那時候後來他就把那個什麼 那個天後希拉就把這個卡利斯特 變成一隻大熊 結果後來等到過了好幾年之後 可是他的等一下 在之前他的小孩沒人養 所以那個天神咒詩想辦法讓一個獵人 去撫養卡利斯特他的小孩 結果等到後來到了比較大了 這個小孩已經非常會射箭 結果有一天在森林當中 這個卡利斯特遠遠就看到 欸這就是我的小孩啊 忘記他自己是熊了 所以就趕快奔過去 要想要去擁抱他 那個小孩哪知道 哪知道這個 這隻熊是他媽媽呢 所以拿一個劍就要 準備要對向他媽媽射箭了 當然天神咒詩又正好又從天明經過 看到一個人倫悲劇集這樣發生 他情急之下就把那個小孩變成了熊 就變成小熊座 就變成熊之後 然後我覺得這個邏輯都好奇怪 這天神咒詩真不是人耶 他為什麼不把那個媽媽 把他變成人就好了 居然把那個兒子也變成熊 然後變成熊之後呢 他就把這兩隻熊 抓著他的尾巴 丟到天上 變星座 那不就死掉了嗎 而且被他一抓之後 因為那個抓著尾巴去丟嘛 所以尾巴被拉長 所以那個大熊座跟小熊座的尾巴都很長 然後丟到天上去 OK 所以這四個都是跟他身邊有關的 喜歡的人 好 先在這裡打住 等一下我們再多講一點點他的東西 幫我先關一下